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覺得很煩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GH5拿去送修了 所以沒有相機可以玩 所以只要拿出GoPro Hero 5 GoPro Hero 5其實它還是很好用的東西 包含它有4K對不對 還有裸機呢 可以在雪下10米的地方進行拍攝 那也有支援語音的一個控制 然後再加上有一個超廣角的鏡頭 所以基本上來講 GoPro也是很好用的 當然只是不能換鏡頭 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再加上一個動態範圍沒有那麼大 那習慣在後期進行調色的我呢 用起來還是覺得有點陽春 總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為什麼會把GH5送修呢 因為我的GH5在禮拜六的時候呢 我們去做一個廟會的拍攝 那入城了 入城了 好慘喔 裡面超多層的 包含我的1235的鏡頭 裡面也超多超多的灰塵 還有這個炮灰 所以就要全機全機把它拆掉 然後再進行一個深層的清理 那店家也很nice 一千塊就幫我搞定了 包含鏡頭 包含機身的這個CMOS 還有整個菜機的清理 一千塊 一千塊就搞定了 很佛心的店家對不對 我一些器材都跟他買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哪家的店的話 可以試一下迷惑 好啦 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呢 器材呢 好好的使用 然後再進行一些比較 比較特殊的環境在拍攝的時候呢 我想好好愛護他 雖然我也是很愛護啦 我拍完馬上 馬上馬上就去做清理了 可是我覺得 下次如果再接到面會的話 我想 我不要再那麼便宜了 因為我這場面會 拍了16個小時 真的接得很便宜 好啦 希望大家都按直接的滿滿的 掰掰